在他國山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天說媽媽 我覺得大學交男朋友好久 這樣太晚了 然後我突然間意識到 欸 母女兒長大了 然後她也進入青春期 那我突然間會覺得說 青春期其實對異性好奇 或喜歡或欣賞 其實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欸 與其禁止 那倒不如我給她一個正向的評导 所以我就跟她說 對啊 媽媽也覺得大學才交男朋友 好像太晚了 我上國中的時候 我就喜歡海上的田徑隊長 她很帥 然後呢 你是不是也有喜歡的人 我就主動的提出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開始互動 如何和自家孩子有效溝通 是家長們必須學習的課題 尤其談到異性關係和性這方面 以往嚴厲與說教的方式 已不再是最好的辦法 國民健康署推廣正向溝通 有四個技巧 讓親子關係更親密 那我們怎麼幫助家長 願意去推展家庭性教育呢 我想很重要的是什麼 是我們第三方 也是我們政府單位這邊 透過社會性教育 來帶動家庭跟學校性教育 所以非常感謝我們 國健史有這個做法 我也個人很開心 能夠來負責拍這個影片 那我想在親子性教育裡面 最難的是什麼 最難就是怎麼跟孩子溝通 尤其他孩子到了青春期 我們知道孩子到青春期的時候 他在詢問三個問題 我是誰 我將來能做什麼 我是一個價值的人 所以他在找自我同事 這個悟母親一定要知道孩子的特性 他想要自己做決定 當然悟母親會擔心 哎呀這麼小 我自己做決定都會錯誤 但是一直剝奪他做決定的機會 他是不會要成長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麼 他不會聽你的 你要順著他的什麼發展需求 所以家庭的需要 我可以怎麼看到了 所以特別透過這個微電影 雖然只有六分鐘變得非常豐富 他採取了夢境的傳略時空 讓父母親可以能察覺到 哎呦 如果你用所謂的互相溝通 事實上不只沒有辦法達到溝通 而且造成親子的關係的重途 那我何不來練習 用正向的溝通 讓我們的孩子不只能夠達到溝通 而且幫助孩子的什麼 統整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提醒各位 請會盡力不信任 第二週內定義跟說教 是不OK的溝通方式 我們希望換個想法 可以練習尊重肯定跟什麼 同理心 還有我的信息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次的 很重要要去圖寫的 那我們今天 國健術也製作 《愛可以輕鬆說》為電影 透過情境示範 展現親子間討論感情議題 可能產生的衝突 及降低溝通障礙的方法 我們在今年完成了一部 《偉電影》 藉由今天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能夠讓 藉由媒體朋友們 來分享 那這個 《偉電影》 還有它的藍人包 都會放在我們 國健組的相關的網站 包括我們的健康求 我們裡面有一個青春的青少女的少年館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夠多下的利用 那我們非常謝謝我們 高教授他們的團隊 讓我們過今天的議員會跟我們來談 怎麼樣溝通這件事 但是呢我個人的經驗會跟他分享一下 我們父母親最常用的 也是孩子可能最不喜歡的 我為你好 我所有的決定都是為你好 你要做什麼事情都是為你好 我覺得這個對孩子的壓力很大 在過去 我的小孩子還小的時候 就是跟年紀差不多的時候 我以前就用這種方式 所以我也覺得我錯了 我們應該要尊重小孩子的想法 我們也要相信小孩子 有他的正確的概念 跟他應該要有的經濟別養 如果能夠讓小孩子 操了他自己的想法 得到父母親的肯定 因為我相信他可以把事情做得天好 所以怎麼樣讓這樣的溝通更好 我們今天這個議員會 只要做目的 就希望能夠給大家有一些正向的 正向能量的一個溝通 怎麼樣讓互相歇息 沒有一個人天生就會這樣復活 也沒有一個天生就是不會歇息 所以我想這個狀況都必須要透過歇息 能夠有更好的方式 其他更多親子性溝通相關的參考資訊 可以致國民健康署健康救救 青少年好樣館參考 記者温宇君台北報導